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你只留一只,你会留哪一只 你的角度是什么样子的 你为什么只留这一只 而其他的没有作为选择的对象 那么呢 它的依据是什么 好,那么咱们先从几个维度进行讲解 第一,先讲解一下西渡泳池百花指数的表达 然后再结合个股来进行分析 而且是比较 最终通过这样的视频当中给他讲一个内容 这是实在当中非常非常关键的 什么样的买点是自己想要的 什么样的买点是可放弃的 什么样的机会 类型的个股是值得长期坚守的 好 那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西渡泳池的板块指数的表达 好 那么对西渡泳池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他的一个剧情 像今天呢 给出这样的优上星 优上星的话呢 量能有明显的一个数量 后面的话呢 对于西渡泳池板块指数来讲 只要说量能 不持续的说到什么呢 说到前面这个位置 量能的话呢 后面 迫切需要什么呢 需要量能的保持住 就说呢量能能够 在当前这个状态当中能够保持住 或者是温和方量 这才是强势的一个表达 好 那么当前的话 对于西渡泳池指数来讲的话呢 那么属于右上星 右上星的话呢 守在五军之上 五军之上的话呢 当前他实际上还是属于这样的一笔上的言训当中 今天给的 今天依然是给了新高的 阶段性的新高 那么对于西渡泳池板块指数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那么当前只是观察这一笔什么时候结束而已 那么对应的话呢 对于指数本身来讲的话呢 那么一 低点和低点相连 守在了小区的线 军线的位度来讲 五军 五军不破短线还属于强势特征 如此而已 好 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阴线阳线阴线阳线阴线 这样的位置呢 如果说正应在阴阳交替的一个震荡 然而始终不破阳 昨天的这个阳线的尸体范围 就在这个区间呢 走一个阴阳交替的小震荡 来勾住五分钟级别的中枢 能够支持另外一种剧情 就是呢 在这个位置呢 勾住阴阳交替 勾住五分钟中枢 然后的话呢 再往上走一个相当离开段 那么还是属于一笔上的延续 所以说呢 当前观察的节点的话 一个是强 他连五军都不破 然后的话呢 一笔上的延续当中 就属于还在不断的给出新高 好 那么如果说中间一种 是属于阴阳交替 但是呢 在一个比较窄的一个区间之内 勾住五分钟中枢 好 那么只要不出现 那么不出现 强顶分破五军 或者说呢 不出现了 把这个趋势线破了之后 把这个阳线也给覆盖掉 只要不把 昨天这个阳线给覆盖掉 来一个中阴 或者是来一个 完全覆盖的一个做法 不出现这种剧情 那么呢 其实的指数来讲 当前 只要量能能够保持住 当前无忧 好 这是对指数的态度 好 那么咱们前面讲的 观察一个板块 有没有殖余性呢 用三个维度 第一的话呢 有没有资金量能能不能持续 第二的话呢 有没有风向标 第三个点的话呢 哎 有没有横强的一些趋势的 个五组出现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从成交来讲 今天这量能放的 还是稍微有点明显 如果说呢 今天的量能能够达到 昨天的80%以上 接近90%的话呢 那么更好 所以说呢 接下来观察 它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一个是趋势线 五军 这是 短线的一个维度 在这的话呢 如果说 古剑 例如说在昨天的这个阳线 尸体的下方 那么我用小 用 因为还没有出现顶分 还是属异比上的延续 几率跟就可以了 没有出现顶分 破五军之前 依然可以去跟 30分钟的一个视角呢 是属于30分钟线段上的延续 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如果说它勾住一个五分钟纵书 好 因为呢 从880点位的位置以来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 来去看待的 好 这个位置呢 这一个 下上下 好 这个激烈的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纵书 然后呢 走的是三种向上离开段 三种向上离开段内部的话呢 如果这个位置 来勾住 营阳交替 勾住五分钟的这样 哪个中书 然后的话呢 再走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打出去 力度更强 那么可以过渡第二个中书 五分钟中书 如果力度弱一点 那么再给一个反向的运动五分钟线段下 五分钟的盘整下 三种线段下 不破前面的这个中书上延 前面的三种中书上延 它又可以作为30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所以说当前这个位置 它能不能 能不能带有力度的 要么是持续往上 要么是阵阵再往上 这是它两种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 后面的量呢 只要说稍有保持 好 这就只说了一个 态度 那么再看个股的一个比较 个股比较的话呢 咱们对于稀土方向的话呢 给它做一个方便 大家更好的去理解 给它做一个什么 用一个多股同列的一个视角来比较强弱 那么呢 其实比较的话呢 它从几个维度啊 第一 例如说的相似的个股 或者是同方向的 那么它的基本面 它的技术位置 它的一个强弱 其实这个所谓比较呢 就属于比较而言 没有比较就没有优劣长短 那么我们来看 例如说呢 用多股同列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 就是我把这相关的个股 例如说 北方稀土五矿 包钢 下面物业 盛合资源 广深有舍 张员物业 稀土泳池等 我把这些多肢个股的话呢 都放在一个界面上 然后呢 去比较它们之间的一个强弱的表达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个人的一个主观的观点或者选择 那么这些里面当中 个人认为呢 像五矿稀土 其实昨天视频当中也讲到过 可能是自己更中意的 这个中意的话呢 不代表说 并不代表说 这几只个股 未来它的涨幅是最好的 或它的最有潜力的 只不呢 这是比较而言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好 稍后呢 咱们再从基本面的角度 现在从技术面的维度来进行 做一个高效的 快速的一个比较 列书呢 先把 首先呢 先把张员物业给排除掉 为什么呢 它还在140年军下方呢 前面的话呢 它的一个共同点 什么呢 前面是这样的一个下跌 若返再下跌 然后呢 日线的线转下 然后呢 存现这种底背离 包括的话呢 它和张员 它和厦门物业 也是如此 这是一个日线的线转下 内部有背驰 底背离 包括呢 像 对应的 像 广升有势 它的结构也是相似的 这个有一个三成盘整 再往下 底背离 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是如此 好 真呢 再往下 日线MH底背离 只不过呢 相似的结构当中 它对应的是什么 就是属于阶段性创新力的 那么给它做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什么框架呢 例如说像指数 在这一天 之后 它没有这创新低 而没有这创新低的 同期呢 像个股当中 没有创新低的 只有三支 北方 武矿 和 圣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数 没有创新低 走的是真浪 那么对应的话呢 其他的几只个股呢 像包钢 像广升 像厦门物业 像张员物业 它是指数 没有创新低的 前提下 这四只构 是创新低的 但是创新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 厦门物业 张员物业 它创新低的过程当中 它又破了140年均线 而另外两只没有破 像包钢股份呢 是到140年均线 附近或者支撑 然后呢 广升有市 也是到140年 或者支撑 只不过呢 他们的分别的特征比 像张员物业 厦门物业 它本身就抵较了 这种稀有金属 稀有金属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那么像张员物业 它又处在140年均线下方 当前这是超低反弹 没有趋势的 所以说呢 从强弱的角度来讲 先把它给拍出 好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 从比较的角度来讲 那么呢 首先 从与指数的一个对比来讲 那么像 北方 五矿 包括的话呢 像 圣和 这三只的话呢 它是和 指数本身的表达相近 那么像列入 像其他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例如像 包钢股份 它从调整的幅度来讲 它调整的更深更充分 到140年均线 但是它一直超低反弹 它前面这个高点还没有突破 就是它属于吗 它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超低反弹的一个范畴 所以说呢 前面在这个节点 咱们有没有点评的 有点评 点评的节点呢 是因为 它是叠加了稀土和钢铁 而且呢 稀土和钢铁 没有明显的 轮动 调整比较充分 它呢 又出现这样的一个 靠近140年均 所以说后面可能会有短期的 这样的一个 轮动反弹 事实上咱们点评过之后 它确确实给出了这样的机会点 如果说呢 用低吸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用尝试性的一个角度 小仓位的视角来讲 转个十个点 八个点是 已经兑现了 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是它前高还没有突破 那么 相同的时间节点上 没有突破前高 和已经突破前面高点 哪一个更强呢 肯定是突破前高的更强吗 那么 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比较而言 先把张员物业可以排除掉 人们排除掉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例如说 像包钢股份 广生 有事 厦门 物业 这三个 相比较来讲呢 对应的 例如说像广生 有事 它还没有突破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 高点 它的做法的话呢 还属于就是一笔上的 延续当中 还属于这样的 还长的一个基点 还长的基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的强弱表达来讲是 还长是偏弱的 一个视角 只不过呢 这个篇数呢 它当前是沿着五军去跟就可以了 五军不破 那么咱们昨天讲到 沿着这个个五呢 单一分析来讲 沿着五军去跟就可以了 低连和低连相连 组成这样的小的趋势线 只要说趋势线不破 五军不破 可以去跟 破的话呢 那么可以做 风险的一个防范接连 好 这是一个视角 人们像盛核资源的话呢 也是大同小异的 盛核资源呢 它是要和这三个 要放在一个对比上面去 好 这个广生有色 人呢 像下面物业的话呢 它是底下稀有金属 跌入是像污 那么后面有色 如果说有色也能够 有色稀土 如果都能够同步轮动到 那么呢 像下面物业 它如果说当前呢 MICD已经到今上了零轴 当前那些沾上了140级线 这种视角的话呢 对应了也可以 守它这样的趋势线就可以了 它今天呢 也是刚刚突破了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高点的节点 好 最后呢 这三只相比较来讲 像包钢 广生 厦门 厦门 这三个相比较来讲 那么厦门物业当前的 表达的更强一点 强在什么地方呢 它突破了前面高点 另外两个还没有突破 只不过呢 如果说你从调整的幅度来讲 那么可能 包钢股份在140级线的位置 开始 调整到140级线的位置 那么它也仅局限于 在当时没有启动之前 已经启动过之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 相比较来讲 那么厦门物业 它们三个相比更强一点 后面我们在重点对比 重点对比北方 五矿和深核资源 那么这里面呢 很明显一目了难的事情 当然可能在我眼中 是一目了难的 可能在很多规律里面 看不到 或者说呢 即便看到了 未必会这样认为 那么呢 唯一 五矿系统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 止跌 加什么呢 止跌 加震荡 加突破 加确认 这个止跌的话呢 是属于什么 这三个是一样的 就属于指数 止跌的 就是没有创新低的 像深核资源呢 在同样的时间节点中 它也没有创新低 然后呢 像五矿 北方都没有创新低 这叫止跌 不创新低就为止跌嘛 但是呢 谁是最先突破的呢 很显然是五矿 五矿在本周一的时间 它给出了一个涨停板 而且这个涨停板 是唯一性的 就是在这几只个股当中 本周一的时间 五矿系统是唯一的涨停 而且这一个涨停板的话呢 它突破前面都是小的平台的 那么突破这样的一个平台 它就属于什么了 突破那么周二 周三周四 尤其是周二高开低走 是可以把它作为突破周的一个小区认 然后的话呢 周三的时间呢 是一个 是一个 抢反包 抢反包中呢 今天出现实质性 它是什么 它是属于 它走的什么 它走的是一个30分钟的 盘整上 而且呢 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上的话呢 它是率先突破 而且是率先给出涨停板的 涨停板过周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应的MICD是属于金叉中的零楼上方 而且呢 这个MICD要是把它放大一点去看的话呢 它和前面是没有背驰的 没有 就是已经化解了背驰的可能性 而且呢 这个位置上涨和前面金融的相比它是无背驰的 无背驰的话 这是它为什么从结构上面来讲 其实所谓强弱 一定要从结构 你不能看单根开线的 好 那么这个像北方系组的 今天也是刚刚突破了一下前面的高点 但是呢 它并没有沾上去 而且的话呢 是以带有命的上映线 而且呢 从MICD的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的MICD红柱 和前面的一个高点线比较来讲 它还没有接触到 就那如果说这个位置给出一根 同样给出一根阴线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完全有可 如果这个位置再往上 它也有可能会上映 顶背驰的 当然这是一种相较而言 好 那么像圣河资源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从它的一个力度来讲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走法 它也是刚刚突破了前面的这样的高点 但是呢 它没有收上去 而且的话呢 是属于高开低走的一个剧情 高开低走的剧情的话呢 当前是在140年军线的位置附近 进行徘徊 那么相比较来讲的话呢 那么这三只 像北方 五矿 圣河 前面一波深度的调整过之后呢 都没有再创新低 跟指数呢 相较来说同步 但是呢 从这个结构的维度来讲 就是从 指数 指数不创新低的这个 这个节点 作为一个观察视角来讲 那么从结构的角度来讲 五矿 相比较来讲是更强的 一个是 在本周一 它出现五一的涨停板 而且是涨停板的方式 小突破 好 而后的话呢 突破之后再确认 这是它的一个观察视角 如果说你单看 单看一根黑线 是比较不出来一个 所以然的 只是看一个 阶段性的结构而已 好 不是这样讲 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呢 这是 修缠观察的一个视角 这是进行 技术层面的一个维度来去看待 但是如果说 后面的再从什么 再从 一个是强弱 比较而言 然后再从什么 再从交易层面来讲 交易层面来讲 能不能 是不是机会 能不能买入 取决于它是不是买点 如果说是 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买点 如果不是 你就不能去买 好 那么呢 咱们再做一个细节化的一个处理 例如说呢 我们把北方五框 重点比较这两只 好 那么像北方西土的话呢 并不是说它不强 例如说像昨天 涨了七个点 今天的盘中的话呢 也能够向上 冲了什么 冲了三个多点 对 它这说话呢 可以把它做一个大的 收敛三角形的一个突破 而且带量 从从传统意义上来讲 并不是说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 它是什么 它是属于 收敛三角形的向上突破 带量 带量过之后干嘛呢 后面只要说 回踩不破 这样的收敛三角 那么突破之后的 回踩确认 那么回踩确认之后 它应该是买点 这是用传统视角的维度 来去看中来去观察的 那么对应的话呢 我们要重点观察的基点 是什么呢 观察的基点 这个位置 即便往上 它的持续性会怎么样 这个持续性 就是目前位置呢 就是目前位置 为什么说 从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是好 这个位置上涨 好 然后呢 加上一个小的盘轮 然后呢 当前这个位置在上涨 那么这个上涨的话呢 它和前面这个位置 相比较来讲 它并没有力度 并没有错过它 就是量能 也只是 昨天 刚刚和前面的一天的量 相比较来讲 刚刚达到 后面的话呢 它要强的话呢 真的 要存要强 想要强 这个位置必须要 后面量能能够 能够保持住 甚至能够放大 而后呢 这个位置能够 机会往上 打破和它的背词可能性 打破这种背词可能性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MSD的红柱机会拉长 那么它才能够打破 MSD顶背的可能性 只有打破过之后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它距离前高又比较近 那么在前高临近的位置 又沉压了 所以说呢 更大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更大的一个视角 如果说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以来 给出支线的大的线段上 不突破前面高点 它是大而迈 突破前面高点了 和前面这个位置相比较来讲的话呢 它也是很容易形成什么 很容易形成背词 所以说它的一个空间 相对来说的话呢 要就是是有限的 是相对来说较弱的 如果说这个位置 当然了 如果就回撤 不破前面这样的一个收点三角的 突破的一个上沿的位置 突破回踩之后呢 一旦可以作为买点 一旦可以作为机位点 而且呢 它的一个优势呢 是盘子算不上优势 怎么说是特征 它的盘子比较大 如果说像北方和五矿的话呢 那么 油脂可能更倾向于北方 那么呢 像 机构更倾向于北方 油脂的话呢 可能对于一般散户 油脂的话 可能 牛散可能更倾向于五矿 好 机构的话呢 可能更倾向于北方 这是一个 它的盘子 它的一个江湖地位 和历史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所决定的 好 这是它的一个 比较化的一个处理 什么样情况下 可以作为机位点 什么情况下呢 在机位点同时 也能看到风险 要能看到它的持续性思考 然后我们再来看像五矿系图 那么五矿系图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一 它距离前高的位置 比较远 因为这个位置 它调整是相对的 这个充分一点 好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刚才对比的一个 维度 在本周一 它是率先出现 涨停板突破 那么这个量能和前面相比呢 是已经突破了前面这个位置 那么从MICD的角度来讲 我们来看 把它放大一点 MICD这两天的 红柱的长度 已经大过于前面 就是呢 这个位置 它已经呢 已经从力度上面来讲 好 它也是呢 同样上涨 好 这个位置 做一个盘整 上下上 这位再上涨 那么这个位置上涨的话呢 和前面这个位置相比来讲 它已经不存在被词关系了 就它不具备被词关系 好 但是这个位置呢 就是什么维度来讲呢 要是从MICD角度来讲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即便同样的 震荡或者回落 而且呢 它完全可以继续新高嘛 即便没有基于新高这个位置 它跟它相比来讲 也是不存在被词关系的 这是一个视角 另外的话呢 既然说作为 它什么 它是作为突破之后的确认 而北方西土的话呢 它只是什么 像今天 这一个上涨线 才突破前面的这个赤膏点 而且呢 一刚刚突破 但是它是属于十字星的方式 而且呢 距离前高比较近 而五框系统距离前高 相对来说比较远一点 就是从空间的一个视角来讲 同样是回踩低吸 那么呢 这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的一个视角 然后我们再看 基本面 基本面的话呢 那么像它的 业绩来讲 例如像 五框系图 它的业绩增长的话呢 对应了从2021年的 一季度半年度和 三季度 归宿母公司经历人 一个亿 1.6个亿 1.7个亿 经历增长率的话呢 是1.9个亿 经历增长率呢 是749% 46.98% 这是业绩呢 是有提振 有稳定的一个视角 也说呢 我们再来看 像北方系图 北方系图的话呢 它的业绩 其实是更强大一些 就是从它的一个表现来讲 业绩更强大一些 业绩更强大的一些呢 只不过 它正是因为业绩更强大 它前面调整的这种幅度 前面同样在上涨 20涨到62 涨到62 就能回落 回落下来过 这个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 没有破绽的景象位的 没有破景象位的话呢 那么 像五矿呢 它前面调的更充分一点 从59跌到什么 跌到33 那么调的更充分一点 然后呢 像北方的话呢 它的调整的相对来说 一比下之后 从62跌到40 就是它从它的相对位置来讲的话 已经 对它的意义来讲 有所反应 不管是涨势跌 好 这是基本面的一个视角 至于说像其他的 像包钢股份的话呢 当前它只是用超低反弹的一个维度去跟 如果说前面呢 在这样的几点有DC的话呢 那么实际上 咱们前面讲的涨停开板 或者说呢 对应的 涨停开板之际 对应的短线 其实就好就收 没有必要把握最高点 没有必要呢 好 那么像 同样的 如果说同样的回落 如果说整个板块 后面能够放量 那么个股的话呢 并不是说 只有哪一只股票有机会 它可能 几只股票都有机会 但是呢 对应的可能有的机会 更大于机会更充分一点 那么我们再从最后一个视角 就是交易的角度 交易角度的 咱们从对于北方系图来讲 这是 首先是不是买点呢 我们来看 日线是一比上 日线一比上呢 这过程当中还在给新高呢 它首先 日线的买点 一十万分出现不了 三十分钟级别的买点 一十万分也出现不了 为什么呢 日线的买点 它 要么是属于什么 要么是属于后面给一个 这个位置呢 继续往上新高之后 给出一个 能够给出打出新高 然后给出个日线的线线下 现在下的话呢 内部又在哪个被迟 只能找日线的买点了 三十分钟的话呢 这个位置持续往上 先要打出去 这个三十分钟出书 向上离开段要打出去 最好是没有被迟 没有被迟之后的话呢 还要再回落 次级别回落 给出一个 五分钟的走出 五分钟判成下 三十分钟先段下 日线的一比下回落 不破 不破 三十分钟上 也才可能给出 三十分钟级别的 三里买点 一十半分还 一十半分还发生不了 好 那么当前我们这些 更小级别 用五分钟的结构 好 用五分钟的结构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那么像北方稀图 从什么位置作为观察级别的 从四十四块九毛八 四十四块九毛八的话呢 这是五分钟大的线线上 五分钟线线上 线线下 线线上 线线上 一村呢 它存在什么级别的级别点呢 当前它仅仅存在 五分钟级别的级别点而已 这个五分钟级别的级别点 什么呢 好 如果说前五分钟线线下 不破 前面这个高点的位置 可以作为五分钟级别的 内三百来就处理 然后反弹 好 如果说破前面的高点 但是不破前面低点 作为五分钟中处组件 可以期待一个向上离开段 或者期待一个反向上的 五分钟的一个线线上 不突破前面高点 找卖点 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比较是否发生被迟 好 这是它的一个 首先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机会点 好 那么当这样的一个五分钟 走完 五分钟走完过 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好 当五分钟呢 不管是五分钟大线段也好 五分钟的中处组件也好 后面的话呢 一旦向上 什么时候这个位置 什么时候结束 结束过之后呢 再回落 给一个五分钟的攀设下 五分钟三分线线线下 来不破什么呢 不破前面的这样的一个 三分钟上延 它才对应会出现 三分钟级别的买点 所以说当前的话呢 对于稀土出来说呢 可能它或可 反复一下 或可延续 或可反复一下 但它只局限中 短线的一个视角 从它的一个表达来讲 那么再看五框 五框呢 因为这个离开段已经形成 而且的话呢 无被迟 所以说呢 它的选择一面要多一点 首先呢 用五分钟的维度来讲的话呢 同样如此啊 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首先它是属于三十分钟 向上离开段的延续当中 就是这个三十分钟视角的话呢 这个向上离开段 现在还没有 不能视为结束 不能视为结束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是完全可以当成一个 五分钟中的组件 五分钟中的组件的话呢 对应的可以期待一个 向上离开段 这对应的是五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这个位置呢 如果强在观察 向上离开段是弱 强的话呢 无被迟 可以期待第二五分钟 中说再向上 好 如果说呢 如果向上反弹 和前面相比有被迟 那么对应的找卖点 因为它和前面 进入段相比 我已经没有 没有这种被迟关系了 没有被迟关系的话呢 那么 紧接着临近的 三十分钟 如果给出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下 三分钟线下 它就可以把握三分钟级别的三点 没连 那么 从走势的一个推演的角度来讲 那么和北方做对比来讲 这个位置 其实北方这个位置呢 甚至作为一个三十分钟 离开段都尚且欠缺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位置呢 它和前面高点相比较来讲 只是刚刚冒出一点 没有打出去 没有打出去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后面呢 当然它完全可以 如果说后面有量 完全可以向上 继续发力 这是以这种完全可能的 如果这个位置 一旦拐头向下的话呢 它只能作为一个中枢延伸而已 为什么 因为因为它是有被迟的 就是如果说这个位置 拐头向下的话呢 它和前面还是被迟关系 所以说呢 既阵阵阵 既往上打破被迟关系 它才能够 从结构上面来讲 才更 更值得这样去期待 三层级的三点买点 因为这个位置呢 所谓 给一个小中 中阴线就可以把前面这个 这个位置的高点给跌破 跌破的话 它就属于三迈就不成立了 所以说呢 这是它的结构买卖点的 一个交易层面的一个比较 在那儿涨到这么多的话呢 未来到底哪一个 能涨到最能涨到最多 只有潜力 依然是交给市场 市场走出来酸硕 没走出来之前 没有必要去猜 只不过呢 刚才的这种综合分析 只是 我眼中的强弱 结构的一个比较 为什么说 如果说 几次个股 你不就呢 不至于说 对一个方向 所有的像 证券 对象像证券 有朋友呢 长时间看好证券 那么把证券 所有的证券股都买一遍 完全没有意义 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没有意义 那么同样的 这就是对比价的应用 基本面之间的比较 位置的比较 强弱的关系的比较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如果说呢 因为当前 他还没有打破 这种背离的关系 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打破掉 所以说呢 相较而言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 你从调整的幅度 那么 抵押钢铁 如果说你看 就对稀土的视角 同时对康铁又有期待 那么呢 可能 从超贴反弹的角度来讲 那么包钢可能更 他是双属性的 但是从稀土的一个技术表达来讲 那么 那么像前面 三只 他是属于什么 他是属于 给心低的 只说没有给心低 个股给心低 他肯定是弱于直说的嘛 这是毫无权念的 直说没有给心低 个股也没有给心低 但是呢 他就属于率先突破的 率先突破的 那么呢 量堆 呈现 所以说呢 为什么说从结构上 他更强的支持 以首先 未来 谁更有潜力 谁涨得更多 这一块的话呢 并不是说 一顿分析猛如虎 市场后面 未来涨跌 不知道 其实呢 讲这么多 更多的一个视角 什么呢 就是说 既然说比较比较 你中的有一个标准 有一个维度 在这样情况下 比较太有意义 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 刚才用什么呢 用 不管是 北方也好 还是五矿也好 那么我们只是用什么视角呢 用多股同列的一个 视角 例如说呢 只说没有创新低 那么个股创新低了 那么从强热关系来讲的话呢 那么从调整的幅度来讲 还推动更充分 从强热关系来讲呢 他肯定是 例如说像 广升 像包钢 像厦门物业 像张元物业 从强热关系来讲 他就肯定弱于北方和五矿 那么北方五矿呢 从结构上面 从阶段性的结构相比较来讲 那么呢 肯定是五矿强于北方 从当下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构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看的时间周期不一样 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时间周期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你判断了一个 从同样是从结构 判断了时间周期不同 那么他的结果可能又不同 所以说我当前呢 只从西图泳池指数 阶段性的低点 这一个观察点 开始 好 列出了从什么 从对应的一个时间节点 从2021年的10月13号 从这一个阶段性的低点 来经比较 那么相较之下呢 五矿可能更 更有优势一点 从强热关系来 它是一个平台突破 超跌板弹 平台突破 和平台震荡 就是区间震荡 它本身就是不同的定位 那么是不是说平台 是不是平台突破的 它就未来一定能够走得更强 或者是能够涨得更多呢 这是不能画等号的 只是当下结构的一个强弱 或者是交易条件 或者是从折股的一个角度来讲 从比较角度来讲 指数它的一个属性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但是如果说 后面整个西图方向 量能也跟上来了 指数的个股 今天你强 明天它强的整个板块 多个个股慢慢走出来了 那么它就可以延续 如果说整个西图 西图泳池指数 量能持续缩减 然后紧接的 立马就出现这样的一个顶层破误军了 那么你一系 它的一个强弱 发生变化了 就要及时的能够识别 能够应对 能够防范 不要一根筋 不要拿满中保一个条件 去幻想 未来是不会翻倍 会不会突破前面高点 你想的 我想的 它想的都没有任何用处 更多的是一种客观性对 市场是永远是对的 好 希望像这样的讲解 能给它带来一定的 启发 据说呢 多资个股怎么去比较的 为什么我这样去看 那么的 未来谁涨 谁涨得好 谁 如果说有机会 或者没机会 或者是涨的 或者涨的少 或者是下跌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应对的事情 当下的分析比较 这是一种维度 大家可以做一个思考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 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好 再见